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觉得特拉斯的胜选 代表英国民主主义的胜利 那么民主制度的失败 对 因为真的就真的就是说 如果给英国的全民来做这个选举的话 那可能结果不是这样 可是他这个是一个保守党里面 保守党里面就是英国比较保守传统的这批人 那么他当中的舍一个比较适合的 而把一个不适合的放上来 英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外交问题 英国的问题不是安全问题 英国问题是经济问题 那你一个表现非常好的财长 跟一个只会追着民粹主义走的一个外长 两个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那最后大家舍那个外长 不舍那个财长 主要原因就是 就是皮肤颜色不对 那也这也正是告诉英国的这些 学统不是纯英国的这种 这个学统的人 他即使在认同 在拥抱这个国家 他也没有机会 即使他是一个非常拥抱英国 而且他在英国出生第二代 那么受过良好教育 那可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他就发觉他有一种原罪 这原罪他自己本身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西方的民主 西方的自由 西方的所谓的透明化 这些包容性 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 你就看出来都是虚假的 那我也当然希望英国这个国家 还是国运苍隆 不过他们自己做的决定 他们自己要负责 不错的是 第四权居然发挥了它的功能 美国是一个有三权分裂 这个立法 行政 司法 这个制衡机制 现在看起来不太起作用 对不对 你看司法的话 他受行政部门的影响很大 说去抄前总统的家 第二话不说就抄家了 对不对 那你那个 另外你的大法官 事实上受政治影响 你这个你的最后的 美国是非标准的话 受这个政治总统的 因为他通任命的时候 他总统的意识形态 可以得到 透过这个大法官任命 得到贯彻 所以没什么真正的说 这个司法独立 你会发觉他是一个 高度受意识形态 他所左右的一个判决机器而已 那行政部门更不要讲了 比较看到最近还有一点 就是说对美国国家 还有点希望就是他的第四权 美国人讲的就是媒体 某种程度的自律还存在 你看以前川普有一些 这种非常张狂的言论 那么后来都会遭媒体的抵制 但没有想到这一次 居然是这么主要的新闻 媒体在抵制的是拜登 这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值得赞许 也就是说他们在强调的是一个原则 你任何人你想用我的平台的话 你对社会 大家会认为是有害的话 他还是不给你用这个平台 然后会很清楚的 这个平台还是一个公器 不但政治人员你不要来利用我 我还是捍卫一种价值跟精神 另外一位 主张主管媒体的 站在控制那个平台的 一个大平台里面各个小平台的 他也会受到一种牵制 他也不让你本身运用平台 来传播你自己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度上看到美国 大概还唯一大概有希望是美国的媒体了 看这样 可是问题就是说 媒体力量看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对立 这个指责都已经很恐怖了 现在是怎么国家威胁 对抗全民公敌 你去看美国 这个只有内战 任何国家只有内战之前 出现这种状况 一边是国家公敌 人民公敌 一边是国家威胁 好吧 看最后谁胜 谁输谁赢吧 这个大概推不动 因为为什么 这个整个我看了一个版本 比如说 比如说共力链弹性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 和脱炭 税收 还有这个反腐败 其实这个是美国跟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所要建构的新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成分 这个不是现在就提出来了 这个在十几年前就提出来 最早叫新加坡议程 新加坡议程 就是大概这一些 是社会 所谓的social standard 是社会的标准 不是贸易的标准 可是他当初拿到WTO system 去讨论的时候 WTO第一个就否决了 因为WTO 第一个就否决了 完全不接受 为什么 WTO认为说 我们成立的这个 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 我们今天国际贸易法的关键 是消除贸易壁垒 就是说你不要找这个理由 来对贸易做限制 你不要找那个理由 来对贸易做限制 那你今天你把环境的因素 带进了贸易 那是不是一个新的贸易障碍 你把所谓的劳工标准 又放进了这个贸易法 是不是又一个 又一个新的贸易障碍 所以就是说WTO 当时对环境对贸易 对还有其他一系列 刚刚讲到这些东西 基本上说 这个你拿到别的地方去讨论 那可是别的人就说 对不起 我跑到跑环保 我没有牙齿 no teeth 就是说你不遵守环境法的话 我没有办法制裁你 我当然跟你贸易法合并 因为贸易可以产生制裁效果 人家会痛 因为国际间 我除了用经济制裁 就是军事制裁了 我不能用军事的方式来制裁你 不遵守我所拟定的国际环境标准 所以他说我要借助贸易法 贸易法 可是贸易法这个圈子里 一开始就说 对不起我不欢迎你 所以这一些这个美国提出来 这个几个主题 基本上他可以谈为什么 他会在国际贸易法现有范围以外 他新成立一个机制 可是他没有讲他将来用什么方式 来把他们讨论结果把它整合起来 他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共识呢 还是一个宣言呢 还是一个法律 那他们都没讲 上次就是像一个宣言 然后就结束就没了 宣言那就是没有binding force 他没有所谓的拘束力 我不遵守你又怎么样 所以他这次呢 有商务部长 美国的商务部长 还有美国的像贸易代表 这种来开会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非常空洞 就流于形势 我觉得他的真正的实质的 美国已经另起炉灶了 这个只是在 我觉得是一个side show 真正变成主秀的就是cheap fall cheap fall他是要真正要有那个 所谓的要有这个所谓 他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有牙齿 对对 所以这些任何的概念 国际上你的理论 你的宣言什么 你没有牙齿都是空调 可是上次你说有牙齿 上次不是才在讨论吗 说NVIDIA 超微 你这个不能说 供货这种AI的晶片 到中国大陆 那结果后来1号 忽然禁令急转弯 你说可以免充冲袭 NVIDIA不是cheap fall 是美国商务部自己弄的 是半导体相关 对可是那个 不是cheap fall的议题 但是 因为GPUcheap fall没有关系 是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就是 你今天说你要怎么做 那一下子一细数变 政策可以这样招令细改 NVIDIA被国际贸易里面 最大的一个牙齿咬到了 就是市场 真正在国际贸易方面 真正最有利的是市场 市场那个咬下来才厉害 所以这个NVIDIA 美国他也怕他被市场的牙齿咬到 那所以美国这一个整套东西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 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我觉得是虚的 你只要不谈到market 就是说 这种你FTA叫优惠性贸易待遇 也就是说我WTO的标准 我可以降低 我让你进我市场的标准更低 那你一定要签一个 所谓的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叫 PTA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这是国际贸易法 你要签一个法 而且他也必须要 Cover all subjects 然后你才能够去 得到国际贸易法的认可 可是你这个完全不讲 市场进入的门槛的 降低的问题 你完全没有诱因 所以RCEP 这个放在RCEP上前面来的话 这些去开会就会坐在那边 我觉得所有这些国家坐在那边 你刚开始还会听你美国人讲什么 最后下一次去就打瞌睡 再下一次以后就说 对不起我没时间 我叫我的这个副手去一下 以后就变成师长去 再以后科长去了 就是说我现在我好像提过 我现在觉得欧盟是不是 不是智慧的问题 是智商的问题 他提这个问题 他真的是智商很低 那就是说俄罗斯已经讲了 你只要你跟着欧盟一起跑 第一个我就跟你断绝这个石油交易的关系了 我就不卖你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卖方市场 这不是一个买方市场 你硬要假装它是一个买方市场的话 那就是智商有问题 现在欧盟的这些头就是智商有问题 而且你还点名印度中国 这种实力比你强的国家 而且国际影响力不会小于你的 所以就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很胡闹 那另外一方面 真的我本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普丁大概十月才出手 没想到他九月就出手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九月就出手 其实九月还没有真正 开始冷到一个程度 十月就很 你突然一断 那我觉得这里面我可能就是说 我可能对普丁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就是说 他早一点给你警告 我早一点出手 这看起来他是一个重手 可是呢 他有三面包围留一个出路给你 我也给你一段时间去努力 让你看看你有没有本领 替代来源 唯我今天我不 就是说穷寇莫追 也就是你今天欧洲也是穷寇了 那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兵法 有一个智慧就是说 还有捕猎的时候 我围三面一面让你逃生 就是有这个 也不是好生之德 就是说他还留得一个 留点时间让你去想办法去 他还是给你了一个机会 还要给你一个月时间的机会 可是我就说 如果普丁不用这个机会回击的话 那么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 长期下死亡的这些官兵 冤魂 普丁他对谁去寻求正义 另外2014年到普丁用这个 用这个军事军事行动之前 死了一万四千个人 包括顿巴斯地区很多平民 死于这个亚述营的残酷的这种 暗杀也好 这种屠杀也好的 这些平民之死的 他的冤魂到哪去溯 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站在俄罗斯的立场 今天普丁的立场的话 他今天我觉得他我就想他九月 他可能是真的是有点好生之德 才放在九月就开始 给你一点时间 让你去好好准备 可是智商有问题的欧盟领导人 居然还说我要给你制定上线 你天然气都搞不定了 你还要去石油一起玩 那就是说自作孽没办法 对不过福斯公司他这样讲不见得待得下来 因为德国前一阵子有个政策 就是对于他不鼓励去投资的地方 尤其像中国大陆 他会减少给你的补贴 德国政府正在抽赢根 给你的贷款什么他都在抽 所以看看福斯吧 福斯因为他会这样叫的话 他是因为他已经受到政治部门的压力 他从他经济部门来讲的话 他很清楚啊 不是福斯离开中国市场就完蛋 德国企业离开市场 有很多企业都完蛋了 就不要玩了 德国过去30年享受这么高的成长率 一片经济繁荣 作为整个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靠的是什么 真的说穿就是靠中国改革开放 这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庞大 快速的什么兴起这个过程中 德国是获利者 德国澳洲这几个都是主要获利者 美国也是 对不对 不过美国大 你德国今天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 那你就是逼死福斯 如果你继续的话 你再抽他的赢根 德国政府已经有计划了 要抽他赢根了嘛 对你要再抽他赢根的话 那你就把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产业就逼死掉 那也没办法 而且在欧洲现在问题很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欧洲会产生比较更大的这个社会的这种 骚动更不安 甚至走上街头 这个原因是欧洲跟美国 有基本上社会体制的不同 欧洲基本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社会主义 他的整个这个社会上 他的退休金 失业 救济金 这个全民健保都非常的完整 这些建立在谁 这个裁员建立在哪 主要建立在 广大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身上 可是这些中产阶级是为主的 这个税基最主要中产阶级 当然他上面的 还有最下面的也有 可是呢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税已经推到极限了 你没有办法再去跟他们再割 再去再去抽他们的拔他们的额毛了 那你如果说中产阶级是因为你经济衰退后 他的他的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能够纳税的额度往下降的话 那你一定影响到他现在的什么 现在的失业救济金 退休全民退休金 欧洲国家每个人退休他都拿到钱 失业救济金 养老金 还有什么健保 他都会他都会收 那你说一个既长久享有这些作为 作为他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国家公民 基本享有的这些权益 他如果万一越来越少 那这个冲击很大 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本来就没有全民健保 美国本来就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失业救济金 跟退休金制度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些你不行的 对不起你就睡街上吧 对不对 街上人越来越多 就是说那些 就越来越多 美国政府也没觉得他有责任 美国社会也没觉得他有责任 你看他们说要去救这些人 他们就说那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 那些川普的支持者 就会跟他们认为他们是 他们是美国才是真正把美国搞垮 但是他的意识形态还没有统一 欧洲全部是社会主义 他现在经济上大幅衰退的话 他是全面性的全民受打击 拿失业救济金的 住在养老院的 对不对他都有养老院可以住的 那这个拿这个全民健保的都都没有了 全民健保已经很烂了 英国的全民健保你要生个病的话 他给你排排半年 对不对 那已经很烂了 那你知道继续打折扣 你说老百姓 游奢入检难 对不对 对 游奢入检易嘛 游奢入检难 那这个过程如果说在 在发展的更快的一下 那欧洲就是捷克七万人 法国的这个叫黄背心运动 又在街头打砸抢 对 然后呢德国现在人快忍耐不住了 也开始上街头 也在酝酿中 这欧洲就一片乱 其实我的观察就是 中国大陆目前对周边国家 尤其日韩 有一种软的策略出来 而不是完全硬的 一手硬一手软 软的部分的话 像韩国的话 虽然尹熙悦 初出茅庐 那搞不清楚状况 那么做了很多 这些让人意外的事情 可是看起来中国大陆没有放弃他 最近中韩一直在谈建交30年的 这个庆祝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断的在烘托这个气氛 友好的气氛 对 本来政治外交你就不能 你不能太强 太强你把你的对手 你把你的这个 你把你一个对象就推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另外一边在拉的时候 你也不能放弃 你不能说 你去抢弹去到那边好了 我不要你了 这个是不现实的 现实的你还是要把它拉住 经常就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